小虎星发现 眼睛的秘笔 眼睛博士 您好 鱼在睡觉 你们可别把它们给吵醒了 来 你们看 鱼怎么是睁着眼睛睡觉的 是啊 那是因为鱼的眼睛和我们不一样 你们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吧 为什么鱼是睁着眼睛睡觉的呢 对啊 因为鱼的眼睛缺少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眼瞼 你看 大多数的鱼没有眼瞼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它们的眼球 没有眼瞼就没办法闭上眼睛 只能睁着眼睛睡觉了 原来是这样啊 而人的眼睛就不一样了 你看我们平时说的眼皮就是眼瞼 它的作用可大了 眼瞼可以起到保护眼球的作用 比如挂起风沙灰尘的时候 和尚眼瞼能把风沙和灰尘挡在外面 哈哈哈哈 眼瞼的作用真大呀 不是 我还想知道其他的呢 我也想知道 动物的眼睛和人的不一样 我们一起来做个和眼睛有关的实验吧 好 人站直 啊 手臂向前举起来 慢慢张开 用眼睛看自己的手指 但是不能转动脖子 你发现什么了吗 哇 我看不见我的手了 哎呀 这个实验真好玩啊 哈哈哈哈 不是 可那是为什么呢 对啊 我问问不是吧 呃 这是因为人的视力范围是有限的 我们需要转动脖子 甚至身体才能看到周围的事物 有的动物本领就大了 你看这只变色龙 他不用转动脖子 就能看到四周的事物 这因为他拥有一对神奇的眼睛 而他的左右两只眼球可以分开转动 一个看前 一个看后 变色龙的眼睛在转呢 好神奇啊 哦 就连小猫的眼睛也是不同寻常的 猫的瞳孔对光线有明显的反应 你们看 晚上光线比较弱 猫的瞳孔就变得又大又圆 这样可以看清楚黑暗里的事物 白天光线强的时候 猫的瞳孔就会慢慢变成一条细线 所以猫的瞳孔在白天和晚上 是会发生变化的 明白了吗 啊 哦 哦 而人的瞳孔是不会这样一会变圆一会变细的 哦 动物和我们的眼睛真不一样啊 眼睛的秘密还有很多 你们有兴趣一起来找找吗 啊 好 好 好 仔细看 数学单元 一双的概念 是一双的小朋友集合喽 哈哈哈 我来喲 嗯 大小不一样,不是一双 对了,现在的鞋都是一双了 我们一起来找找哪些袜子不是一双吧 长短不一样,不是一双 现在对了,都是一双袜子 颜色不一样,不是一双 对了,这些都是一双 一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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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双 这些都是一双 一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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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双 看呀看呀下手啦 白色的大树白色的家 大帽子 大手套 戴上暖洋洋 小小雪花飘呀飘 形状不一样 冬天啦 冬天啦 大地换上新装 看呀看呀 下雪啦 白色的大树 白色的家 红叶衣 红叶服 穿上暖洋洋 小小雪花飘呀飘 空中飞舞马 冬天啦 冬天啦 一起来大雪家 小雪花飘 amb新装 4,5,6,7,8,9 9 mini oranges 9 mini oranges 9 mini oranges Thank you 9 mini oranges 3 strawberry 3 big strawberry 3 mini strawberry 3 mini strawberry 3 mini strawberry 3 thank you 3 egg 3 mini mini Erranges, strawberry, a big strawberry, a mini strawberry, nine mini strawberry. Egg, a big egg, a mini egg, nine mini egg. 大家好,我是飞鸟国的王子,我是公主,我们要帮助大家拼到别人的内心感受,看,小虎他们在那里呢,我们下去看看吧,我们去公园里玩,好吗?好,陶乐比要去玩滑梯,等一等陶乐比,琪琪,你怎么了? 陶乐比总是这样,不收拾玩具,太不对了,是不是,小虎? 啊,是的 陶乐比玩好的玩具,总是其他人来帮你收拾,这样给别人添了很多麻烦,你知道吗? 啊,这个,这个 你敢收招吗呀? 来,去听听 去听听大家的内心感受 陶乐比总是不收拾自己的玩具,就是不对的 不收拾玩具,是我的不对 可是琪琪这样批评我,我觉得心里好难受啊 是这样啊,他们的感受现在都知道了 琪琪的批评是对的,可是说话的方式不是很好 如果换一种口气,陶乐比也就不会这样难受了 对不起,刚才我说话的方式不好,我们一起来收拾玩具吧 刚才是我不对,对不起,以后我一定会记住收拾好玩具的 大家要重归于好,太好了 你的感受我的感受都要体调 这样还会开心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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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菲学字 猎人奇迹 鸣鸣鸣叫 鸟在鸣叫 大鸟在鸣叫 大鸟在鸣叫 等会把岩石推下去 岩 岩石 岩石压到我了 中火了 灭火 灭 灭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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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鲜美的汤 你也品尝一下 品品尝 沉灰尘 众多的野人 众众多 口和鸟合起来是鸣 鸣 鸣叫的鸣 山和石合起来是盐 盐 盐石的盐 一盖在火上是灭 灭 灭火的灭 鱼和羊合起来是鲜 鲜 鲜美的鲜 微小的尘土 尘 尘土羊起来 三个口合起来是品 品品尝的品 三个人合起来是重 重 众人的重 ABC How old are you? 哈喽 欢迎小朋友来品尝我的蛋糕 我会问小朋友的年龄 How old are you? 记得要用I am来回答 还会得到额外的惊喜哟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I'm fine I'm fine I'm fine Fine meaning oranges for you What? Fine meaning oranges for you Thank you Oh thank you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I'm feeding oranges for you Thank you Oh, thank you How old are you? I'm ninety 我已经九十岁了 今天我要介绍一位 可爱的墨具大师给大家 大师 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新奇的东西呢 视觉视角实验组来咯 嗨 嗨 视觉视角实验组里的玩具真多呀 让我们跟着墨具大师一起来玩啊 首先登场的是旋转卡片 正面是金鱼 背面是鱼缸 小朋友怎样才能让金鱼回到鱼缸里呢 哈 先把卡片插进中间的卡槽里 一定要插紧哦 接着按动变速杠杆 你看 金鱼跑回鱼缸了 这个实验组还有其他的玄妙呢 大家请看 墨具大师拿出了圆盘卡片 还有彩色笔 他要干什么呢 啊 给圆盘卡片涂颜色呢 粉红色 黄色 红色 把涂好色的圆卡放到实验器上按紧 让卡片转动起来 看 颜色不一样了 哈哈 接下来是 哦 是卡通卡片 把卡通卡片插好 并按紧 放入圆形卡槽 记住 一定要压紧 避免转动的时候掉出来 把实验器停止到眼前 但是不能靠得太近呢 透过卡片上的缝隙 会看到什么 转转转 原来狮子在跳火圈呢 让我们为墨具大师的精彩表演鼓掌 下一次预告 小虎 你好吗 我好 我不好 怎么了 巧虎 你要小心点 这感冒病毒可比其他敌人厉害多了 连我的盔甲也抵挡不住他们 啊 真的吗 真的 巧虎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来预防感冒 具体的方法就在下次节目预防感冒里 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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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嘿嘿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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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